接下來是要做一個質譜 質譜儀介紹的一個補充 特別是針對質譜儀用於蛋白質體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現在來複習一下這個質譜儀的一些知識 那一個樣本嘛 樣品源 然後離子化 離子化源 然後質量分析器 就是產生離子的方式嘛 有化學 OK 有化學嘛 分子封 機封 OK 還有所謂的那個電噴灑 還有機子輔助 托腹炒 或二次離子等等等等 離子化源 然後呢質量分析器 質量分析器 OK 那再來就是偵測 然後把它利用那個質量跟電荷的一個比值 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圖 結果圖了 那這個是它的高跟低 其實跟它的強度有關係了 那小分子跟大分子 小分子跟大分子 各位要記得這件事情 蛋白質是一個大分子 所以它不太一樣 蛋白質 那小分子當然就可以離子化 就是變成小片段 那大分子變成小片段 它其實非常複雜了 因為蛋白質的序列其實是 有順序的 有順序的 OK 簡單來講就是那個蛋白質序列要先水解化 就是說 用那個蛋白質分離 比方說用加入Trypsin 移蛋白酶去把它的那個 因為它會切在特定片段 就是片段化 特定序列 然後再進入質譜移 然後能量也不能太大 OK 那蛋白質的研究 這個是一個蛋白質的一個複合體 或蛋白質 就有分離 分離 OK 然後一定要消分解 分解 形成小片段 小片段 然後進入質譜移分析 得到這個質譜移的資料 然後再做一個辨識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流程 那就是digestion 消分解 分解 分解 像說那個Trypsin YP 蛋白酶 把它做一個 把分子變小了 OK 然後再進入質譜移分析 OK 那這是一個2D的一個 2T電容圖 根據大小跟那個電荷 跑出來的結果 解析度會比較好一點 每個黑點大概都是 每個黑點就是一個蛋白質 OK 然後利用影像一個輔助 那他們現在的一個發展 就說 確定這個是一個點之後 蛋白質點之後 再把這個點 切下來 切下來 然後進入那個質譜分析 Spot picker 把它挑出來 挑出來了 假定這個是你想要的 OK 所以我們看這個圖 比方說 這是一個正常樣本 跟一個疾病樣本 OK 那跑2D之後 這邊是多了一個出來 多了一個 不太一樣的那個 蛋白質的ban OK 所以進行蛋白質水解 進入質譜以分析 然後得到這個圖譜 OK 那這個圖 質譜分析當然要知道說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蛋白質 希望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資訊 因為它是藉由所謂的質量 就是區分 質量 那另外這邊右邊其實是用所謂的同位素 去做一個標定 同位素標定 最後呢 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樣的結果 OK 這是一些應用 2D電流 2D電流 OK 不一樣的蛋白質 做一個質量分析了 那這是一個剛剛講那個點的一個 挑那個點的一個機器 那這邊蛋白質分解 隨解 蛋白質分解 隨解 酵素把大分子 切成小片段 OK 有利於儀器做正確的判斷 OK 那我們又要帶回過頭來 所謂智捕魚的一個分析了 這是智捕魚的一個組成元件 樣品 離子源 離子化 然後質量分析器 偵測器 OK 然後資料處理 那針對蛋白質 蛋白質的分析 這個得到諾貝爾price 因為蛋白質把它分成小分子 其實不能碎裂化 不能太 不能把它分解的分子太小 OK 比方說可能只有R 這個不太可能 它還是維持它的一個片段 可能只切這樣子 OK 那維持它一個完整的一個分子峰 分子峰 所以它的能量其實要低一點 那第一個方法 這邊就是用 只為電噴灑油理法 一個毛細管 然後樣狠過來 在毛細管這邊 形成一個太二追 這是一個ED OK 然後在揮發氣質分析過程當中 然後呢 那個表面張力變小 就形成一個爆炸 再變成一個小分子 到最後呢 個別就出來了 個別片段 這已經經過蛋白質 煤的一個分解 進入質量分析器 OK 這是假定已經被切的了 蛋白質已經被水解 水解 這是電噴 它應該是時候能量會比較低一點 另外一個是機質輔助雷射 托付油理法 就是用雷射去 去讓這個機質 matrix 能量增加 能量增加之後呢 再跟這個分析物 做一個 讓它產生油理化 油理化 應該是讓它產生 一些帶正電荷 帶正電荷的方式 它其實應該是沒有把它 碎裂化的一個情形 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蛋白質大分子常用的 一個技術 那質量分析器呢 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第一個是那個飛行士 時間 飛行士 根據它的重量 比較輕 跑比較快 時間比較短 那比較重呢 跑的時間比較久 比較慢 OK 那第二個是這個 四級磅質量分析器 穩定軌跡 會通過這個路径 可以做偵測 那它可以分析高跟低質量 它利用這個四級 四級磅 它可以做區分高質量跟低質量 那這個離子頸這樣分析 這兩個離子頸 就是一個離子在這個 被鎖住了 環狀電極 類似形成一個圓周運動 然後再改變一個 改變一個無線電波子 或是磁場 磁場 它就會跑出來 跑出來了 就可以分析 所以改變那個 改變磁場 磁場 或是電場 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OK 它就會跑出來了 那另外一個離子頸 應該是說 一個圓周運動 它會撞擊到上面的電劑 會產生一些那個訊號 電量訊號 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做一些偵測 那如果不是穩定軌跡呢 就會跑出來 離子頸的一個質量分析 那在做蛋白質分析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叫串連式的指幅分析 所以何謂串連式 當然串連就是連結在一起的意思 OK 那這邊是一個 就是說已經被水解了 小粒子蛋白質水解了 這是一個片段的 氨基酸序列 再進一步 進一步碰撞 形成子離子 進一步碰撞 小分子 就這個意思了 串連式 所以它有這個質量分析器 碰撞 再進入質量分析器 再做一個進一步的分析 空間跟時間 時間 可能 就是最快 這邊是大概時間越久 做一個分離的方式 這叫串連式止步分析 串連式止步分析 串連的意思是連結在一起 就是tendent 並排 接續的意思 OK 那這個 就是說 這把那個 已經切好了 這些蛋白質片段 再進一步碰撞 再進一步碰撞 所以可能就會有這個情形 假定用N端的話 它可能就是 這個就是 A B C 另外 縮機端 這樣子 不同的一個片段 所以它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 不同之類的碎裂產物 分配這些同分異構的一個 氨基酸 它再碎裂的意思 生態離子碎片 命名法 OK 那現在就是要進入一個 其實我想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 那個蛋白質水解之後 假定它沒有進入所謂的串聯式直譜 它的質量 直譜 指紋 會是這樣子 OK 就是單一個片段 單一個片段 那這邊是串聯式直譜 再經過碎裂 那這些片段 這樣的一個序列 其實 你說說它必須要從資料庫 Data Bank 去做一個 因為它能得到只是它的重量 它的序列其實沒辦法得到 序列非常難得到 那 從一個資料庫 蛋白質的資料庫 然後再用所謂的一個特定的一個蛋白質酶 蛋白酶 做一個切除 所以基本上電腦都有些資料 然後再去做比對 再做比對 很多樣的一個比對 得到一個這樣的一個 得到一個 符合的一個要件 蛋白質 OK 那就可以片段 這樣其實就是 它可以得到重量 它沒有辦法得到 得到序列 那所謂序列的話 就必須要經過一個比對 比對 那當然也許 用所謂的串聯式直譜呢 能夠得到 比較更精準 更精準的一個序列 OK 不過當然要藉由所謂的資料庫 做一個比對 所以這個資料庫有一個搜尋 切開後從直譜一 生態質量 質量喔 就是利用生物資訊工具 就是 查詢 用什麼樣的酵子水解 然後得到哪一些生態片段 所以去做一個 比對的一個方式 OK 所以還是要做生物資訊的方式 去做一些 驗證 OK 這是字部 字部 以用在蛋白質體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回過頭 還是回到這張 這是一個應用喔 比較正常樣本 跟基因樣本 保護土地膠 OK 然後特殊的點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大概是哪一種蛋白質 指紋分析 這樣的話就可以知道 它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可以做一些表現 二維電友 二維電友 印象成熙串 穿熱性赤膚搭配 這是 植物法 用於蛋白質的一個分析 那特別是 電灑法 EI 以及那個 Multi-top 機制補助 這兩種方式 開發出來之後 對蛋白質的分析 才能夠有一些 比較大的一個改善 對蛋白質的分析